我来自江苏 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就是学那个十字秀 做的空调房 我肯定瘦凉 我不知道是瘦凉 还是比较累 因为线都要拉得很长 结果这个肩膀已经痛了好几个月 就是我有个小孩 要抱小孩或者照家务就会痛 要休息一下就好一点 那你是怎么痛吧 你现在痛哪里 就是反正死到劲就痛 而且有时候我擦地板 在家里擦地板也会痛 但是要休息的时候 睡一夜觉症状又缓解一点 是 这样症状好不好治 非常好治 这个是小case 那后来我休息了两三个月 就是不锈十字秀了 我想肯定就会好了 但是还是不行 是 那你现在痛哪里 就是肩膀这里 这里一块 这里一块是吗 这样子就是不用劲的时候 不感觉到痛 你是说这里一块还是这里 下面一点的 这里 这里 这里就是肩后痛 这是我说的 所以肩部的痛 肩周炎就是要分 那肩周炎你不分前后 这个肩膀不好不用的 那有些人是后面痛 后面一定是要推这里 那如果前面痛才推这里 或是这一段痛才推这里 这等一下讲到肩部原始点 我们再谈 那我先坐给你看 那我先坐给你看 您趴着吧 这里痛吗 这里呢 这里痛吗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里也痛是吗 受不了了 好 这里也受不了 好 那我再楼下来 你看这里呢 你痛到这里啊 这么长啊 我看这一边 这里呢 这一边还行 这样还行 你说这里 这一边 二三的时候最痛 那你左边都不痛啊 你都痛右边 对吧 我刚刚按下来是这种感觉 对的 所以 他这里痛 都在同侧 那大家 在找脊椎的时候 记得 一定要怎么样 两侧都要找 不能说 他这一边痛 我只楼这一边 万一他跑到对侧来呢 所以两侧都找出来 那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刚刚在找的原则就是 他这里痛 你就这里对过来 对不对 那就找到这里 但是他这里痛 竟然他痛到差不多在下面一点点 他说痛到这里 对不对 我刚刚楼到这里 你还在痛嘛 是吧 所以 有时候 对过来 有时候你在楼 他痛你还是把它解决一下 有时候会有延伸 这样的关系 那这一边是没有痛点 所以我们只要又这一次 这样了解了 就右边直接做了 这里痛 这里特别痛是吧 这一点特别痛 大家看哦 他这里痛 这里对过来这一点 他说特别痛 好 这里呢 这里痛吗 这里 这里也很痛 三四点都很痛 那这一点呢 好一点 这里好一点 那真的 真正痛就在这里啊 真正痛就在这里 就是我这个一个 兜壮骨下去的地方 好 就这样 你做过了 肯定放松 放松很多 是吧 可以感受得到 嗯 可以感受 你没有动 后面怎么知道 有吗 确定 确定 好 好 不会不会